石油输出国组织本周二宣布将不会修正此前有关2024年和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对石油需求的预测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5月的报告中以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2.8% 2025年经济增长率2.9%为根据预测2024年的全球石油每天需求量为220万桶 而明年全球石油每天需求量为180万桶 该报告预计中国由于经济稳定增长石油需求量将会显著增加 2025年的需求量则达到41万桶 该组织宣布将会按照上个月做的石油需求预测不计划进行任何的修正